这个千层素菜卷,我家真的三天两头做,因为够简单,够好吃,推荐你也试一下 首先来和面,300克普通中斤面粉,加上一小勺盐增加均性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180毫升40度左右的温水 用温水和面,口感更加柔软 搅成面絮,揉成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面团揉好之后不需要饧面,直接搓成长条 再分成六等份 先把每一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再盖上保鲜膜,备用 现在准备一些馅料 粉条泡好切碎 加油,老抽 简单的上下颜色,上下底味 搅拌均匀,备用 再准备喜欢吃的蔬菜 我今天准备的是有红薯液 提前用开水烫软 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直接焯水 过下凉水,挤干水分,再切碎 然后放入粉条中 再加一些胡萝卜 现在来调味 加入盐,五香粉 适量的辣椒粉 再铺上热油 把辣椒粉的香味和红油激发出来 再加少许香油,搅拌均匀即可 拿一个小面团 先把它擀长 然后擀宽 最后擀成长方形的薄面片 再上面铺上一层馅料 馅料不用放太多 太多了,卷起来不太好卷 铺好之后先把两边向中间折叠一下 这样不容易露馅 吃的时候也会更加方便 两边卷好之后 我们再从底部把它给卷起来 每卷一下都拍出里面的空气 像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酥菜卷就做好了 开水上锅,大火蒸10分钟即可 稍微冷却一下 就会这种又薄又透明的前层卷了 简单又好吃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